哈喽,大家好,我是Master Joe,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玩具测评,本期是一期特刊,咱们今天开会儿的是变形金刚传世迷你系列的晴天柱Optimus Prime,那么这个系列的名称的话呢,是Legacy Core Mini,是非常可爱,把玩性非常高的一个系列,咱们之前的话呢,是我介绍过这个Sound Wave,非常非常的可爱,那么把玩性的话非常高,也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们作为一个入门级别的变形金刚玩具,那么也不容易损坏啊,这个的话呢,我们之前测评过,那么之后的话呢,我也购买 买了多款啊,那比如说这边的话呢,我们之后都会进行一个陆续的一个测评的,今天的话呢,是一个开盒,那么这款的话呢,就是我们这个Optimus Prime,晴天柱大哥,Legacy Theory,上面的话呢,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形态,那么这个枪的话呢,可以放在后面,其实也可以放在边上了,待会我们来看,那么前方的话呢,写的是这个八岁家,然后这个地方写的这个Transformer,Optimus Prime,晴天柱大哥,那边上的话呢,也有一些这个非常精彩的峰会,介绍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,可以购买到啊,这个系列的, 的话呢,其实出了非常多的款式,那我的话也是这个购买了一些,那么后面的话呢,是11个步骤可以让他进行一个经典的一个变形啊,我们先少许,我们看看他的品质到底是如何的,拆盒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拆盒,应该是从边上吧,这个地方给他划开啊,就可以把他这个,在不损害核四的情况下的话呢,把这个把它拆开了,我现在如果是我儿子拆盒的话,一定是暴力拆盒吧, 我们把它这个抽取出来,那么里边的话呢,是这个样子,有一本这个小的说明书,非常简单,我们把它打开也展一眼吧,好了,那么从这边开始看啊,变形步骤,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变形方式,非常的简单,那么后边的话呢,我来看一下,一共是11个步骤可以让他由人形变成汽车形态,进行一个转换, 这边呢,还有一张小单子,那么这个是无关极要的那张小单子了,我再放在边上,好,形容大哥的话,就在这个地方啊,我们进行一个把它打开,我们这个小简子吧,这样的话呢,更加的这个安全一点点啊,好了,这个地方的话,我们也给他稍微的剪一下,后边的话呢,是一把经典的这个大枪在这里,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,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这个是,具有一定的细节,是还原了这个大哥的这把武器,我们看一下,一个一点点小偷胶的现象,这个缩料的话呢,是一个 稀缺资源嘛,是非得,差那么一点点缩料嘛,真的,好了,我们把它先放在边上啊,那么大哥的话呢,应该是可以把它拿下来了,看一下,把这个放在边上 好了,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缩料绳啊,我们把它这个拿下来,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缠绕啊,还有,好了,看一下 好了,那么首先的话呢,我们简单的一个对比,他跟这个声波的一个身形啊,那么我们把这个枪的话,也可以让他拿在手中啊,这样的话呢,比较的酷一点啊 你必定要跟这个对方见面的,可以进行一个随时的一个战斗 好了,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身形大,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可可爱,如果我在小的时候,如果这样的玩具的话呢,简直就是,每天的话不断把玩它二三十回啊 好了,那么身形的话呢,是比这个极小的话呢,其实极小的话就只有这么高,咱们前面测评过,那它基本是极小的两倍的高度,更加的适合进行一个把玩,非常的不错 前面看,运动非常好,侧面的话也是不错的,后面我们来看一下,也是很好,只过腿部的话呢,是有一些偷胶的现象,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,头部的这个面相细节,那么非常经典,还原大哥的形象,那么眼睛的话呢,好像是没有涂装啊 呃,面罩啊,包括这个地方的小鞋涂装都还是不错的 好,这个地方,那么是抽窗部分,这个是一个,我们看一下,这个地方应该是贴纸啊,应该是贴纸,不是涂装了 好,那么这个地方的标志的话呢,是这个,这个汽车人的标志,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印刷的板件 好的,那么配色的话,经典配色啊,这个红蓝配色,还有这样的一个金属配色 呃,主要的第一眼的问题的话,就是这个脚部的话,是有一些这个偷胶的现象的 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做一个更好的隐藏的话呢,可能会更好一些 轮子的话呢,是这种缩料的轮胎,我们看一下可动性啊,那么头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转动啊,没有问题 手部的话呢,可以进行一个大绕环,可以进行一个这个角度一个平举,非常不错 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转动,因为也是球形关节啊,可以进行一个弯臂,驱臂的一个动作 手部的话呢,也有这样一个微微的一个可动,是为了变形的方便 然后腰部的话,我们看一下,腰部,腰部也有可动啊,那么这个只不过是这个,在这个地方的可动啊,有一点奇怪啊 也可以算是个腰部可动啊,腿部可以进行一个前踢,可以进行一个侧举,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紧实的 膝盖进行弯曲啊,这个可动性啊,真的是没得说了,非常的不错,也可以进行一个飞船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,那么这个是他作为一个人形的形态,那么后面的话呢,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弊端,主要就是偷胶的一些现象 我们进行一个变形,他说是十一步变形,我们看一下,那么在不看说明车的情况下,我们来进行一个变形 头部的话给它按下去,这个地方的话呢,应该是可以把它盖到上面去的,进行一个头部的一个隐藏 好的,然后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前坐,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把它这样的合上去的,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,跟G1差不多 这个地方的话呢,应该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旋转,我们给它转过来,也转到前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,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向上的一个,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啊,就轮子可以把它转一下来的 轮转下来的,前方基本变形已经完成了差不多这个三分之二了,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的话呢,就这种非常熟悉的,手部进行一个回收,然后这跟G1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系列,因为我平时对这种较为复杂的变形方式的话呢,是不太喜欢的 这个地方有小洞啊,应该是可以把它插放于这个地方的,小棍跟小洞的话,进行一个简单的结合,非常的稳牢 好的,我们看一下啊,是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的吧 好的,那么这边的话,我们先给它一个大概的恢复的一个位置,然后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密合度的一个变形啊 然后这个地方,我们看下边的话呢,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,一个小孔和这个地方,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的 非常的稳牢啊,非常不错 好的,然后就已经变成一只小车了,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青年猪大哥啊 好,车型度的话呢,我觉得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,不管是人型车型啊 那么他在这把枪的话呢,根据刚才盒子上的这个封会的话呢,是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,进行一个向后的一个后方的火力倾斜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,这把小枪的话呢,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,攻击的话也没有问题 其实啊,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更好一点,我们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的,那这我们今天测评,那这个的话呢,是船市系列迷你的一个小的青年猪大哥 价格的话呢,非常美丽啊,我的购入价格的话呢,是10美金 那么差不多是六七块人民币啊,那么绝对是可以接受的,也可以给小朋友们进行一个把玩 那这个的话呢,绝对是我在我儿子的柜子家里面出现的一个玩具了 好的,来到这里,我们下次见,see you next time